宫颈癌2B7有什么治疗方案? 白昌明,妇科,主任医师 宫颈癌的话,IB7相对来说就是区别走于一个 还是相对较晚的区别 早期的话我们通过手术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 IB7以后如果手术的话,因为宫旁有勤问 这样的话作为手术不容易把它切净 我们一般来说可以采用比如说放疗结合化疗 这样缩小冰灶到时候评估可以能不能取得手术的机会 如果没有手术机会,我通过放疗 想到部分的患者可以达到与手术相当的效果 宫颈癌分期的话,比如说我们分一个1期,2期,3期,4期 IB7的话就是宫有勤问 A7的话就是有阴道的勤问 作为阴道的勤问的话,宫旁没有勤问 作为手术我们可以把它就是完整的 比较干净的切下来 实际上作为癌症的话,我们切除干净 实际上对它是一个效果最好的一个方法 同时结合后面的复作化疗 你可能通过美管间隙,淋巴的转移 我们通过放疗化疗 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个残余的癌细胞SARS 这样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 专家提示,1、2B7以后 宫旁有尽润,手术不容易切近 2、放疗结和化疗缩小并造 看是否能取得手术的机会 我觉得这里必须的打这个效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